各位朋友好,幾天前日本有一家著名的新聞機構 叫日經亞洲,它的一位高級記者名叫中澤克二 就報了一個大料,說今年北戴河會議之前 中共的一些退休的元老在北京有一個集會 在這個會上大家一起表達了對於現狀的不滿和擔心 就是對於習近平的不滿和擔心 然後其中幾個大佬又到北戴河把大家的意見 大家的共識當面告訴習近平說 如果是不採取有效的政策措施 讓經濟、政治、社會繼續這麼動盪下去 政權就保不住了,意思就是說 習近平你過去的這個政策措施不給力 錯了,造成了現在的危機,你要負責任 這次跟這些元老開會之後 習近平就很生氣對他的幾個親信吐槽 說過去鄧江胡這三個人 他們留下了很多問題都落在我的肩上 十年以來我是一直在解決這些問題 這些問題沒有解決,罪責也不在我啊 這篇文章的這個原文現在已經找不到了 日經亞洲已經把它從網站上面下架了 但是海外的很多媒體,包括自由亞洲 美國之音都已經轉述了 有很多反共陣營的評論家 都已經對這件事情做了很多的評述了 但是我就發現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 就是絕大多數的這些評論家 他們對於忠澤科爾的爆料的真實性 是表示懷疑的,包括很多油管的大V 我後來還到推特上面去看了一下 發現絕大多數的推友也是持懷疑的態度 這次這麼多人大家意見這麼統一 讓我覺得有一點問題 因為我覺得大家對中共高層的 對中共內斗的這個認知可能有一些偏差 大家懷疑這件事情真實性的理由呢 概括起來有三個,第一個就是大家認為 現在已經沒有所謂的北戴河會議了 這個說法肯定是錯的,北戴河會議還有 2003年的時候胡錦濤確實是取消了北戴河辦公制度 也就是這個中央還有國務院、人大和政協 這些最高機構不能夠再去北戴河去辦公了 但是他並沒有明文禁止說不能去休假 尤其是沒有禁止那些老幹部、那些元老去休假 大家想想胡錦濤,他能夠阻止江澤民到那去休假嗎? 他沒有這個膽量,也沒有這個能力啊 所以那些大佬、那些元老還是會去北戴河 去了之後還是會互相串門,串門的時候 當然他們也還是會討論時政 雖然不是正式的會議,但是這種非正式的會議形式 那就是北戴河的特色啊,就是北戴河會議的特色啊 習近平上台以後雖然沒有發文件 說正式要恢復北戴河的辦公制度,但是根據中共黨媒的報導 再加上一些海外媒體的佐證 習近平的班子幾乎是每年夏天都要去北戴河的 這疫情三年是除外,那今年夏天他們又去了 也就是說習近平和元老在今年這個北戴河是 這個一起開過會的,是有機會碰頭的 那麼過去他跟這些元老在北戴河碰頭的時候 在北戴河一起度假的時候 大家互相都不想搭理,那些老傢伙不想去招惹他 他也不想見這些老傢伙,眼不見心不煩 但是今年特殊啊,誰都看得出來啊 今年中國是亂象分成啊,中共已經到了生死存亡之秋啊 在這種時候,那些元老是不是看到了向習近平問責的機會 要對他發起進攻呢?所以這些元老要求習近平開會 那就很正常了,而對於元老的這種正常的要求 習近平也沒有理由拒絕啊 所以元老跟習近平在北戴河開個會 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我們不能夠大而化之 就說北戴河會議已經不存在了 大家懷疑這件事情真實性的第二個理由啊 是認為中共元老根本不可能在北戴河會議之前 在北京先開個小會 因為大家覺得這些人已經被特勤局看管得死死的 特勤局是習近平的親信王小洪掌管的 那這幫元老一舉一動,王小洪都會向習近平去報告 元老根本就聚不到一起,這個結論也是錯的 錯在把這個監視和控制搞混了 王小洪的確是可以監視所有的元老 但是他沒有權力,他沒有能力控制他們 這些元老要出去串門,大家要聚一聚,特勤局的人 不可能堵著他們的門不讓他們出門 如果是特勤局這樣做了,那就不是監視了 那就是軟禁了 現在那些元老沒有受到這個黨紀的處分 沒有受到國法的制裁,在沒有任何正式的這個說法之前 習近平他是不可能把這些元老通通關在家裡面 不讓他們出門的,如果他這麼做了 那就是等於已經發動政變了 等於是內鬥已經刺刀劍紅了 很顯然現在還沒有到那個階段 習近平和元老心裡面都恨死對方了 但是還沒有公開的撕破臉 在這種情況下,元老只要他們夠膽量 他們就能夠聚在一起 大家懷疑的還有第三點理由就是大家都認為 這些元老即使是聚在一起了 也不敢就這麼說習近平的壞話吧 因為這些人都有軟肋 他們的家屬子女個個都貪腐 都有把柄捏在習近平手裡面 他們都怕習近平拿自己開刀,不錯 這些人他們作為單個的個人 他們都有恐懼感,都害怕習近平反貪 反到他們頭上,但是當他們聚到一起的時候 當他們成為一個群體的時候 心理狀態就變了,膽子就變大了 打過群架的人都有這種體驗 體驗過這種心理上的轉變 就是打架之前前一秒鐘明明手還在多說的 還害怕的,這個時候突然有一個人 有個帶頭大哥喊一聲,說跟幾個一起上啊 揍他呀的,後一秒鐘所有的人都英勇無比 都大打出手 這就是個體心理和群體心理的不同 個體可能是懦夫,但是融入到一個群體當中 馬上就能夠變成勇士 當然了,要讓這個懦夫變成勇士 群體當中一定要有帶頭人 那根據這個鍾澤科爾的這個爆料 不是有幾個元老親自跑到北戴河 代表其他的人向習近平表達不滿了嗎? 這幾個人明顯的就是元老當中的 這個帶頭人,打群架的帶頭人 這些人他們如果是論單個的,單挑的話 他們都打不過習近平,但是他們聯合起來了 跟習近平要來對著幹,誰勝誰負就很難說了 習近平還真的不敢輕易就對他們動手 除非習近平已經下定決心,說要決戰了 因為只要一動手,那就一定是決戰 那就是你死我活,就是天翻地覆,就是人頭滾滾 根據鍾澤科爾的說法,說這次帶頭的元老當中 最有份量的就是曾慶紅,他是操盤子 曾慶紅確實是最適合的帶頭人 首先他的江湖地位很高,他當過江澤民的副首 國家副主席,江澤民死了之後 他就是名正言順的,就是江派的掌門人 那同時他又是庚洪苗正的這個紅二代 是紅二代的大哥,另外這個人他很會 搞合縱連橫的這種手法,玩得非常的娴熟 很善於那一派人打擊另外一派人 當初他就是靠這種本領幫江澤民在黨內站穩了腳跟 戰勝了一批又一批的政治對手 像什麼楊尚昆、楊白斌兄弟,還有後來的這個喬石 還有後來的這個陳希同 那關於曾慶紅的這個本領,我就不跟大家 今天就不多說了,我以前曾經專門做過一期視頻 如果有興趣了解曾慶紅的朋友 可以去看我那一期的視頻,大概是兩年以前的 現在曾慶紅年紀也不大,今年才84歲 中共高層的這個84歲相當於是普通人的 64歲甚至是54歲,因為中共高層 他們有非常特別的保健方式 烏龜王八這一類的補品他們隨便吃 還有這個血液器官他們隨時能換 所以說84歲對他們來講就是年富力強 上一次曾慶紅在二十大上面露面的時候 看起來就是身體硬朗得很,精神飽滿得很 這麼一個人他又有資歷又有能力,又有精力 鍾澤科爾說他是各派元老聚在一起的 這個背後的推手,那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也是完全可信的 另外這件事情可信還在於爆料的這個媒體 日經亞洲它不是普通的這個媒體,不是小報 它是日本一個大媒體 日本經濟新聞下面的一個分布 對這種大媒體來講公信力就是它的這個生命線 他們不會為了薄一石的眼球來報一個假料 而且一般來說他們得到一個重大的消息之後 不會第一時間就公佈的 他會去找其他的管道去求證,證實了之後才播出 我推測他們應該是先從元老那一方得到了這個消息 說是元老集體向習近平問責了 然後他們又去找了另外的管道去求證 極有可能是向習近平手下的官員 或者派系的知情者去求證 他這麼一求證,習近平自然就知道了 他的那批老對手向外國的媒體餵料了 想通過外媒來製造輿論,想把中國亂局的責任全部推給他 所以習近平很生氣,決定要反擊,就讓手下也向外媒傳話 說鄧江湖造成的爛攤子 我現在正在盡力的幫他們收拾 他們應當負主要責任 所以日經新聞,日經亞洲得到了這個證實之後 才公開爆料的內容,這就能解釋為什麼 北戴河會議是8月份就結束了 為什麼9月份他們才爆料,總之這件事情 是實際上已經發生了,元老已經抱團了 已經向習近平發難了 現在雖然他們還不是大張旗鼓的公開的名鼓而公之 還只是私下的指責、施壓 但是走到這一步,那也就說明了 他們跟習近平的這個公開的決裂已經不遠了 黨內內鬥的這個大決鬥已經快要開始了 這次元老的這個新動向,我是既高興 也有一點這個擔心 高興的是這幫人腰桿終於硬起來了 敢於跟習近平掰一下手腕了 擔心的是他們的這個鬥爭水準實在是太低了 就包括曾慶紅也不算高,曾慶紅過去搞內鬥那是很有一套 但是現在內鬥的性質已經變了 過去的那一套用不上了,過去鄧江湖時代 中共實行的是這個寡頭專制 就是好多個大家族大家一起來瓜分天下 內鬥真的是分多分少的問題 那輸家自然的會往後退幾步,贏家他也不會趕盡殺絕 現在不一樣了,現在習近平要建立的是 這個唯我獨尊的極權專制 他想定義一尊,那就必須得把其他的人打倒 他要獨佔天下,就必須把其他的勢力徹底的給消滅 所以現在的內鬥是離死我活,不鬥則已 鬥就一定要拼死一搏,必須得下狠手、下毒手、下死手 而這次元老去找他問責,很明顯這不是殊死搏鬥的套路啊 他們這次做法就有點像當年的彭德懷和劉少奇 彭德懷在1959年的時候看到大躍進搞得太荒唐了 就批評毛澤東說你胡來,還寫了一首詩 說青壯煉鐵去,收穫童與孤,來年日子怎麼過啊 我為百姓鼓與呼 劉少奇也是這樣,他在三年大饑荒之後 就對毛澤東說,說這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這是要上史書的,也就是說毛澤東 你可能要一湊萬年的趕緊悔改吧 趕緊下台讓我來掌管這個政權吧 他們彭和劉都認為,當時應當時認為 跟毛澤東這麼鬥一下可以鬥而不破 但是明顯是搞錯了,毛澤東後來把他們都整死了 使得很慘,那現在習近平處處都在向毛澤東學習 而中共的這些元老卻在學彭德懷和劉少奇 這不就糊塗了嗎?你這一次到北戴河去批評習近平 這就是在跟他講道理嘛,想跟他鬥而不破嘛 大家知道現在習近平和其他的這些派系之間 無論在政治權力上面還是在經濟利益上面 都已經不能夠共存了,所以說現在大家需要做的 不是去批評、去問責,是要真刀真槍的幹死他 你下刀倒有什麼用呢?要發動兵變、政變才管用啊 如果大家沒有發動兵變、政變的能力 那也有辦法搞倒習近平,那就是先鼓動民變 把局勢搞亂、民變搞大了 那麼就自然會有機會去觸發政變和兵變了 現在中國的這個失業率這麼高、經濟這麼差 老百姓怨氣這麼大,這就像遍地都是乾柴 這是鼓動民變的這個點火的最好時機啊 只要有人不斷地去點火,那這把火是燒得起來的 點火的原理實際上很簡單 就是把動員老百姓上街抗議的這個信息啊 大規模地傳播出去,這個信息上面 列明抗議的時間和地點,如果是幾千萬人 幾億人都看到了這個信息 那麼按照目前的這個民怨沸騰的這種情況啊 全國各地自然的就會出現 少則幾十萬、多則幾百萬的人率先走上街頭抗議 那這個抗議達到這種規模 習近平就很難馬上把他鎮壓下去 只要這個抗議不能馬上被鎮壓 那麼抗議的規模就有機會,就自然地會擴大 擴大到一定的程度,比如說擴大到幾千萬人的程度 那就演變成革命了,那習近平就完蛋了 點火這件事情對於體制外的這些反對派來講 確實現在有一定的難度,因為體制外缺乏資源 也沒有有規模的組織,但是對於中共高層來講 尤其是對那些元老大家族來講 無論他們是江派的、團派的還是紅二代的 對他們來講,點火那是易如反掌啊 大家都知道這些大家族都是各個富克敵國 有的是錢,只要他們從自己家族財富當中拿出九牛一毛 那就是一筆巨款啦 如果用這筆巨款公開的懸賞 對點火的人進行獎勵 那麼眾賞之下必有勇夫 那就可以刺激起一大批人前附後懼的去點火 那只要其中有一波人 或者說其中有一個人點火成功了 那明變就開始了 我在前幾期節目當中講了一些點火的一些具體的方法 比如說空飄氣球的方法 還有利用風力撒船單的方法 總之都是製造一個大家都看得見的轟動性的事件 把這個動員的信息抗議的時間、地點、訴求 夾帶在這個事件當中 用轟動性的事件它本身自帶的傳播力 來傳播這個動員的信息 那這種方法中共是沒有辦法阻止的 那今天再說一個點火的方法 這個方法適合這些高層大家族 或者是他們的白手套來推動、來運作 他們可以找一個代理人在海外 然後拿出一筆錢,比如說幾百萬 一千萬美金,這點錢對他們來說那是小意思 然後向全世界的黑客發出公開的邀請 邀請黑客去黑央視 在央視上面播出反習抗議的鼓動信息 成了就獎勵一百萬,誰能夠黑進其他的電視台 也可以比如說像湖南衛視、浙江衛視 那獎五十萬可以做一個列表 把中國收視率不錯的這個電視台全部列上去 甚至還可以把流量比較大的網站全部列上去 標明黑進去發布動員信息的這個獎金 那一下子全世界的這些黑客肯定都會賣力氣的幹活 那一旦其中有一個黑客成功了 黑進去,央視哪怕是一分鐘 那就會引起全國轟動 那老百姓就知道了抗議的時間和地點了 想抗議的人自然就會往那些地點 在那個時間去鋸 那麼這一盤閃殺就能夠鋸殺成塔了 點火的方法還有很多,這裡是講不完的 我跟前面幾次一樣,幾期節目一樣 把這個點火計劃的這個綱要面接放在評論區的字頂 希望大家幫忙傳播一下 現在中共這個國安和國保體系的很多人 是看我這個頻道的,這是他們的工作 其中我相信很多人對習近平是不滿的 我相信他們懂行的人一定會把這份文件 傳遞給那些元老 我這個方法比他們過去嘗試的那些方法 成功的機率要高很多倍,風險要小很多倍 今後就是看這幫老傢伙到底頭腦會不會清醒過來 他們要是能夠清醒過來 他們就知道只要習近平不倒 最後必然會搞死他們,他們就死定了 他們的這個億萬家財就會全部歸習近平所有 所以必須倒習除習,這是他們唯一的生路 習近平倒了之後,共產黨當然也會跟著倒 大家不可能回到鄧江湖時代 各大家族再來重新瓜分中國,不可能的 但是他們至少是可以全身而退,可以退到美國 歐洲、澳洲、日本這些國家 他們早就向這些國家轉移了大量的財富 轉移了很多的家屬,到了那裡,退到那裡之後 可以世世代代的享受榮華富貴,有什麼不好呢? 如果他們家族當中還有人有進取心 也不是說不可能捲土重來 像菲律賓現任總統這個小馬克思 他老爹當年就是菲律賓的獨裁者 被革命所打倒,倉皇逃窜到美國 現在兒子又回來當總統,因為老百姓 大家都是很寬容的,也是比較健忘的 過個二、三十年,只要你這個家族不繼續作惡 過去的事情大家就一筆勾銷了 只要你能接受新的遊戲規則 就是民主政治的遊戲規則 這個政治大家族還是有很多機會東山再起的 好,那今天我就講到這裡 謝謝各位的訂閱、點讚、轉發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